韓国女团少女时代 在朝鲜边界开唱能带来和平 朝鲜大岛简张情势升温指纪年最弱 朝韩边界 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边界之一 举办了K-pop音乐会 每年在分合朝鲜与韩国的韩半岛非军市区 The Militarized Zone DMZ 附近都会举办和平演唱会 今年2007DMZ和平演唱会 于8月12日至13日在首尔北部的京基 到破州市林金阁和平公园 举行 朝鲜在今年7月进行两次导弹试射 并威胁攻击美国领土关岛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战火及怒火焰此危机 朝鲜报道简张情势上升至新高 根据韩联社报道 音乐会分两日 12日的K-pop演唱会 及13日的古典音乐会 12日的K-pop演唱会上 女团少女时代 Mamu Friend 宇宙少女参与演出 男团则有BTOB B1A4 SF9 AStrom 音乐 会由韩国统一部 MBC电视台和经济道政府联合主办 民众可免费入场观看 演唱会实况将于15日晚 在MBC电视台播出 为什么透过音乐会宣扬和平 音乐会是韩国光复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在每年8月15日纪念朝鲜半岛 在1945年脱离日本统治 在韩国和朝鲜都是国定假日 演唱会预定的电视转播日正式光复节这天 韩战在日本结束朝鲜半岛殖民 统治不久之后爆发 随后再停战协议 下修兵 但朝鲜和韩国仍可以说是处于对战状态 近期的音乐会于2011年开始举办 但在2000年 韩国政府尝试与朝鲜政府 在平壤举办联合音乐会作为文化交流 但据报道计划在财务谈不拢的状况下破局 主板方将音乐会定位为一个鼓励韩国人 以文化交流方式解决冲突的方法 韩国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所助理教授金学在 韩国明星在亚洲很受欢迎 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上升 韩国男星权志龙 G.Trakon今年6月在纽约举行演唱会 而即使朝鲜人民的生活受到控制 还是有很多朝鲜人民透过走私渠道 收听韩国流行歌 看韩剧而成为粉丝 逃离朝鲜的突背者曾表示 他们透过韩国娱乐节目 得知朝鲜之外世界的真实样貌 这和德国当时分成东西德的情况一样 金学在教授说 东德人渴望过少 他们在媒体上看到了西德人的更好 更有品质的生活 朝鲜没有参与这次音乐会 在朝鲜也看不到 听不到这场音乐会 一些人认为音乐会的目的 更多的是吸引观光客到破州市 并且为电视台赚钱 韩国使用巨型扩音器 向朝鲜广播流行音乐 在朝韩关系紧张之时 韩国不必会将K-pop文化当作武器 韩国定器地透过架设在边界的巨型扩音器 将流行音 乐广播的朝鲜作为宣传手段之一 朝鲜政府如何看待这场音乐会 目前不得而知 但朝鲜政府肯定不是K-pop粉丝 朝鲜政府曾称韩国的流行文化宣传 是一种战争行为 朝鲜政府尝试尽可能地阻挡外界资讯进入朝鲜 他们不希望朝鲜人民向往韩国社会 金学在教授说 接着 感谢观看